各位观众朋友 我是潘神父 今天是将领期第三周 星期一 今天的福音向我们叙述 耶稣进了圣殿 教导人的时候 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 来到他跟前 只问他说 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是的 耶稣究竟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世俗的权柄 是凭借各种权威 包括宗教的 军事的 政治的 经济的 群众的 等等 在制造权威 在制造权柄 而耶稣呢 就让我们转头 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吧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跟宽恕 向我们显示 他行使权柄的方式 既不是靠宗教权威 政治权威 或群众权威 更不是来自军事的威权 或经济的威权 当耶稣四十天 在旷野里受魔鬼的试探时 魔鬼给予耶稣的第三次诱惑 就是世俗的权威 魔鬼对耶稣说 只要你俯伏朝拜我 我就将世上的一切国度 一切荣华都交给你 耶稣断然地拒绝了魔鬼 世俗权力的诱惑 不单单如此 耶稣甚至也抛弃了 他所拥有的神圣权威 他空虚自己 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一个人 既然如此 这个连睡觉 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既贫穷 又无权无视的耶稣 他是如何施展他的权柄呢 是的 他就是用他的整个生命 包括他的言语 包括他的行动 都结合在天主的旨意内 而天父的旨意 就是要他的生命成为天父 那爱与宽恕的记号 然后成为这记号的方式 不是像我们一样 不断地往上爬 往上爬 成为人上人 成为有权有势的人 不不不不不 耶稣的方式 却是不断地向下爬 向下爬 直到十字架为止 说到耶稣的十字架 就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 耶稣所受到的 那场不义的审判 因为正是这场不义的审判 而硬生生地 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苦心 透过这场审判 耶稣跟比达多之间的对话 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 这个世界里所充施的各种威权 各种权威 以及随着威权而来的各式暴力 包括了宗教的权威暴力 政治的权威暴力 军事的权威暴力 还有群众的权威暴力 甚至就某种程度来说 还包括了经济的权威暴力 以及这个世界里有权势者 如何利用这些权威暴力 强逼人就范 强逼人低头的本质 但此同时 反而更让我们看到了 耶稣基督如何以十字架的方式 在行使权柄的那个本质 当耶稣站在比达多面前 比达多问他 你做了什么事 耶稣的回答是 我的使命是为给真理作证 我为此而生 我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上 凡属于真理的 必听从我的声音 耶稣所讲论的真理 就是他跟天父之间 一种真实而亲密的爱的关系 这关系也是耶稣渴望 我们领受的关系 然后每当我们对这真理的渴望 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得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跟宽恕 随时准备好 让这个世界来定我们的罪 把沉重的十字架 加在我们身上 伯多禄 宝禄 巴尔纳伯 雅各伯和安德勒 甚至耶稣的母亲 圣母玛利亚 都有类似的遭遇 因为他们选择在这个世界中 听从耶稣的声音 活出十字架的真理 并且带着十字架的权柄 与人分享 耶稣所通传给我们的好消息 福音 然而 我们或多或少都经验到 要在这个世界中 选择听从耶稣的声音 活出十字架的真理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宗教的权威暴力 政治的权威暴力 群众的权威暴力 军事的权威暴力 和经济的权威暴力 集合成疯狂的邪恶力量 而让耶稣成为 一个权威暴力下的无辜者时 在福音里 却是有一个人超越了 宗教提供这权威暴力 所持的神圣理由 也超越了政治 军事 经济 提供这权威暴力 所需要的各种各观条件 更超越了群众的盲目与无知 而经验到了耶稣基督的权威 跟他的荣耀 在这场人类自己制造出来 并且所有人都牵涉 其中的邪恶暴力结构当中 竟然有一个人 越过了这个邪恶暴力的结构 看见了那个已经被折磨得 不成人形的耶稣基督的权威 跟荣耀 在这仿如天主已经完全静默 天地已经完全暗黑的人间地狱里 这个人却是听见的基督 带着君王权柄的声音 而且他确定这个声音 所带来的希望 正对他的生命 做出声声呼唤 声声邀请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绝对不是只问耶稣 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的那些司机长 跟民间的长老 这个人也绝对不是毕拉多 这个人是从耶稣一起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幼道 他经验到了耶稣全柄的灵灾 他看见了耶稣基督全柄的荣耀 他听见了耶稣基督全柄的声音 所以他这样向耶稣宣信 他说耶稣啊 当你来到你的王国时 求你纪念我 是的 耶稣的权柄带着能力 可以唤醒沉睡的心灵 让罪人有道悔改 他也可以苏醒信心 爱心跟盼望 而让这个幼道听到了 耶稣全柄的声音跟荣耀 并且带领他可慕天主 弟兄姐妹们 你有跟幼道同样的确信吗 那么毫无悬认的 带着耶稣所分享给你的全柄 跟能力去服侍人吧 并且进入基督君王的国度里吧 阿们 阿们